Dum-Dum-Dum-三 D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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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m Dum-Dum-Dum Dum-Kur Woo Dreamers Cuties Hello 大家好我是Vets 我是Kenneth 我是Mailo 我們是三件刻 好 今天要分享這首周聲的新歌啦 不過你們看到這影片的時候 應該也不是舊歌了 很舊啦 已經非常舊 大家都一直講 你們一定要聽新歌 其实我们有听的,可是你们听到的时候是三个礼拜后的事情,大概要等 这首歌就是周深的,周深的新歌,是一个电视剧叫做《真相》 有点悬疑的剧,我们在我们的discord也是有人讨论这个剧集,他们也开始看 那我们就听这首曲子叫做《只为真相》 Let's go! 我看家,网剧片尾主题曲 那我猜我,片尾曲,片尾曲 黑夜是像更深的碧亚 哇,那个合影 扬起的迷雾,我混了遍迁 他哪有低歌的啊,零啊 心是静默如迷的深渊 选择光明就勇敢刺破黑暗 谎言试着去带我答案 他高低音的气音 在黑暗里 站成一道闪念 短暂的正常 寂静无声的时间 照亮 每一次未知的冒险 哪怕只有一个瞬间 明明是白天 却寂静的杀人 白昼的罪恶 比黑夜更可怕 我的伙伴 别低头 奔跑吧 在黑暗里 站成一道闪念 短暂的正常 接近无声的世界 照亮 每一次未知的冒险 哪怕只有一个瞬间 在黑暗里 燃灵燃成一道火焰 倔强的对抗 情是白昼的梦魇 就算是一道微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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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破了迷雾 真相在眼前 尽管 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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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先讲啦,因为其实我自己之前介绍,其实我有去听,我就是听了前面的一段,我就决定好,我要分享这首歌 因为这段时间其实出了很多新歌,很多不同的主题曲类的,我也听了几首,我决定推荐这首,因为我觉得很特别 那个特别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周深,我记得我上一次好像有讲过,周深最近用的声音的唱法是很不一样的 非常喜欢他用这种方法去唱,而不是只是专注于,只用他的美声,当然有一些歌是需要美声的 可是比如说这样子的歌,是不需要的,我觉得可以加入一点点,很实在的一些,流行一点 流行一点,也比较deep的,比较deep的,就是拉到你的喉咙,我也直接get out的那种唱法 而不是一直飘在上面很神仙的感觉 然后刚才前面有几段,跟后面有几段,就是他一个deepba2,一个gobba2的方法去唱 其实也是有人在那边写说,就是一个周深跟周浅合唱 就是两个人合唱的感觉,而且这个MV我也觉得也算用心的 就是虽然他是片尾曲,可是对于周深,他在演绎的时候我觉得也算用心的 包括一个是穿黑色,一个穿白色,黑暗跟光亮,一直交错的一个感觉 对于这个戏,他这个真相,对于这整个歌,我觉得要讲的东西也是有表达到还要做的东西 然后他在唱的时候,我觉得用的声音也是有这样子的区别出来 OK,好来,你们听了之后什么感觉? 讲完了咯,MV都讲完了咯,我就讲嘛,我就讲我的感受 一开始我就被他的两个layer的高跟低巴度的声音震撼到了 太好听了吧,同步到连七音都同步的 我觉得同一个人唱的嘛 对咯,我知道,但是就同步到很好听咯 连七音都同步,我觉得很好听一开始的时候 然后他一进到那个chorus的时候 就好像刚刚你提的那个,他的那个唱歌的方法 就流行,就很流行,变成很流行 但你看很流行的,他的那个声强出来的时候 是很有力跟很好像比较私心裂肺的感觉 不是讲说以前唱歌没有感情啦 而是这个哦,听到很私心裂肺的感觉 他整段chorus听起来,是觉得他比较有用力的在唱的 以前他唱歌全部好像吹水一样的 太容易了 对对对对,然后就很美 然后这一次就听到很私心裂肺的感觉 是很直击的咯,很直击心灵 然后很强悍的那个感觉 然后加上后面有几段高音飙上去的咯 哇,这也是飙到我鸡皮疙瘩了一下 这样子很好听 然后后面转回去那一个很轻盈的两个layer的合影 哇,太有听了这首歌 而且是咯,那个emv真的拍到蛮不错的啦 就是声声唱的那个表情 对对对,声声唱的那个表情 还拍的蛮好看的 OK,完了 因为声声唱很多歌 他真的是,应该是我看过齁 出歌最多跟最快的歌手 真的 因为声声很红 所以大家都找他来唱歌 那在当一个人 他其实有很多作品 同时间出的时候 肯定会有好跟不好的作品 就是肯定的 包括我自己的超级偶像 Morale Carey 他出的好像一张专辑十首歌 我肯定都有几首是我不喜欢的 这样子 有时他出单曲 我也不会喜欢那些单曲 那声声 这么多的歌曲 一年下来 我觉得他一直保有的一个质量 是他自己的唱法跟他的唱功 那这一首歌曲 跟之前我们react的一些歌 有些我很喜欢 然后有些我不是很喜欢 那当然都是因为词 或者曲 或者制作方面 整个歌 那这首歌 我觉得我喜欢他的词 我觉得写得很好 我不太喜欢他的曲 可是 声声的 可以control的唱功 其实 的位置 就是他自己的 本身有的实力跟他的唱功 我觉得他很会 就是当拿到一首歌曲 我要怎么样 像声音为歌曲服务 我到底这首歌 我应该怎么去唱 我觉得深深是很会 很聪明的去做选择 或者懂得去设计 我要怎么样去把这首歌 跟这首 这个戏 真相 契合起来 像刚才你有提到的一个 黑白 穿黑白衣服的 天使与魔鬼 或者周深跟周浅 黑暗与白天 就跟这个戏真相 因为真相跟歌词里面也很契合 就是 人我们这种这样子的案件 就寻找到底真相是什么 在寻找真相的过程 最近我们随身也是有一部作品 叫真相 还是真相 就很像 所以 到底那个是真的是答案吗 他可能不是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悬疑 的一个剧里面 深深选择了 一开始两把声音 也是非常吸引我的 有一个好像很天使的声音 搭在下面 然后有一把真的 本人的声音 搭在上面 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这样子的处理 可以让我们看到 两个面 两个不同的 对于错的感觉 黑与白的感觉 搭在一起 所以这个设计跟处理 我觉得是非常聪明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做法 然后 虽然我不太喜欢那个旋律 可是chorus的部分我很喜欢 特别是他唱那个什么 在黑暗 我只能用假音啊对不起 还有一个 照亮 他的声音是真的会让我们 我自己的感觉是 哇冲出来 真的是有照亮 有亮冲出来的感觉 不是这个旋律带给我 我是深深的胜利带给我的 所以 我是觉得说 他 一样的感觉咯 有些时候 可能一个艺人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 去 跟别人合作 收歌 选歌 是不是他 怎么去 你现在不是收歌了吧 这个就是我这个电视 我要一个片尾区 请你来唱 对对对对 是他自己有决定权 还是怎么样嘛 有些时候可能拿到一些 歌曲啊 或者那个制作本身 可能不是那么好 像之前我们react过 大家都讲听歌 就好不要去看那个戏 因为烂戏之类的嘛 这样子 当然我没有看过这个戏 我不懂 那我觉得深深 选到这样的歌 他现在最好的一个保障 就是他自己的声音 我觉得他 真的是很多首歌 都让我 听到了 他这首歌 为了 他的声音 帮这个歌 加了很多的分数 ok 这个是我觉得 很佩服深深的地方 before 结束 我有一个东西要讲 因为那个词 我是觉得有一个 很奇怪的地方 ok 就是前面我觉得词座写的很好 不懂这么第一段 chorus go 那个词座像是另外一个人写 这样突然间变成很白话文 突然间 不懂为什么 前面写的很深 啊 一黑一白嘛 两个面 我也不懂 你们讲到这样 海语应该就是的啦 好 那么 最近周深有很多新歌 出了我也希望我们可以 赶得上那个进度 ok 好 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请你按赞 订阅分享 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出新的影片的时候 你就会收到通知了 另外在B站也要一键三连 给我们充电 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有能力的话也要来支持我们的Patreon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